县议员林玉芬关心农田水患问题 而新上任一年又三个月的 华丽县议员中树镇 近日是接获了许多的民众反应 花东道路拓宽工程 保种种的问题 而让中树镇看到了更多南区域里 有很多需要改善的道路景观 交通建设等等需要改善调整的问题 然而南区资源非常欠缺的情况下 要如何来计划都要深入基层 请听民意 上任一年又三个月的 华丽县议员中树镇 近日接获到许多民众反应 花东道路拓宽工程的种种问题 让中树镇看到更多南区域里 有很多需要改善的道路景观 交通建设等需要改善调整的问题 像我们东边的一个 我们的下 等于是下 接铺那个地带是我们目前最关心的 因为它连接着是我们的193线 那当然有民意是希望说它做一个高架也好 做一个立体的也好 立体道路也好 可是在我们的腹地的受限 包括我们我们的193线的 跟我们的要到复理的那个透宽的区块都一起做评估 另外玉璃神社以及玉泉四步道的连结规划 建物都将列入改善的主轴 然而南区资源非常欠缺的情况下 该如何计划都要深入基层 请听民意 同时我们的神社也可以开发出像日本风一样 让大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去那边观赏 我们所种植的很好的花财树木 可是现在目前为止受限的那么多是因为没有人管理 那谁会管理呢 当然工部门目前可能预算的关系没办法管理 那也可以抛一个议题给地方 谁可以认养 个头虽然很娇小 但是情报基层的中速镇表示 在议员任期内来完成南区瑞穗玉璃复礼卓西 和南区议员洗手合作 共创南区未来 希望能够让更多观光客看见南区 看见玉璃留下美好的回忆 据者高松双玉璃正采访报道